电影里的万师傅到底有多无能咋 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 来到旧金山的叶师傅因为李小龙的原因 跟生活在当地的万会长闹得不欢而散 去学校见面是不是一定要有介绍信 本来以为双方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 然而几天之后叶文却正好在学校 碰到了万会长的女儿正在被几个小混混欺负 于是为了保护她的女儿 叶师傅只好一路把她给送到了中华总会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 万会长不但没有任何感谢 反而还很生气 你在叫我 两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人该如何沟通呢 答案就是拳头 很明显万会长所打的拳法 又是一个我们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武术 太极拳 然而虽然大家都知道 但想要讲清楚 到底什么是太极拳 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时至今日声称自己是太极拳的门派 已经达到了120多个 如果再加上马师傅这些很奇怪的门派 那基本上就谈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门派之间对于太极拳的理解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但是呢 每一个门派又都说自己是太极正宗 各种各样的门派又衍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创始人 比如说宋志张三丰 武当张三丰 以及杨祿禅和陈王庭 总而言之呢 就是特别混乱 所以说呢 在我们开始讨论太极拳之前应该先定一下到底什么是太极拳 目前来说呢 所有自称太极拳的门派 不管他的拳法或者他的创始人是谁 都有一部绕不过去的文献 就是太极拳论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太极拳论这本书出现之前呢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过太极拳 包括他自己 所以说呢 太极拳论的正确读法应该是太极拳论 它是一种用太极的理论去讲述某种拳法的书 这种拳法在当时可能被称为长拳 三十二十或者是棉拳 后来呢 人们觉得用太极拳来形容比较高深 于是呢 也就有了太极拳 那么传说中的太极跟拳法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接着玩一下看 之前有人说永春拳的打法跟红拳很像 都属于近身短打 但如果我们看这一段就又会发现 它跟太极拳好像也很像 是吧 那么同样是一种用来近身缠斗的技术 为什么叶师傅就会被一掌给推飞呢 我们还先从永春拳开始讲起 永春拳把两个人近身粘在一起的情况 叫做吃手状态 在对方向我们打怪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把他的手给留住 形成永春拳的封手 如果实在留不住 就应该顺着他的方向把力给送出去 并且在第一时间直线进攻 这个概念呢 就是传说中的来流去送甩手直冲 也可以叫做连消带打 简单 科学 直接 但是呢 在练太极拳的人看来 这还不够厉害 我们不应该消除对方的攻击 应该利用对方的力去攻击对方 于是呢 连消带打 也就变成了接化发 然而 力是一种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你说接触就能接触嘛 确实看不见 所以说呢 永春和太极都要经常用吃手和推手 去训练自己对于力的感知能力 什么叫做感知能力呢 这又是一个普通人很难理解的东西 但不仅仅是太极和永春 柔道 摔跤以及所有需要近身缠斗的搏击数 都会强调这种对于力的感知能力 这种情况呢 就跟玩音乐游戏差不多 在难度很低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眼睛去看 如果稍微快一点 可能就需要背一下板 那么如果快成这个样子 请问该怎么谈呢 很明显 除了背板之外 你自己还要对这首歌的旋律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这种对于旋律的了解 就跟太极拳里面对于力的感知差不多 而当我们接住对方的力之后 第二步要做的就是画 什么是画呢 用文献里的话来讲 就是舍己从人 这里所说的从人 或者顺从对方的力 仅仅只是表象 顺的过程是要将自己的力 与对方的力合二为一 然后用弧线和螺旋的运动方式 来改变这个力的方向 让对方的力量听我的指挥 最后呢 再把从接到画的过程给连起来 并且还给对方 这是一个完整的 接画 杀 双方第二回合 万师傅用了一招斑蓝锤 又把叶师傅给打飞老远 为什么太极拳就总是能把对方给打得到处乱跑呢 拳夜有云 太极如摸鱼 八卦卓推磨 行翼如捉虾 这是人们当时对三大内加拳的总结 八卦掌旧不用多说了 它是一种强调走位和转圈的拳法 用推磨来形容几乎是一种最贴切的方式 那么太极如摸鱼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说呢 人们在捉鱼的时候 都是用鱼叉或者鱼网 对吧 只有在水特别浑浊 根本看不见水下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才会把手给伸到水里面去捉鱼 而这种水很浑浊 只能靠手去摸的情况 就跟太极的发力过程很像 人们在寻找鱼的过程中 几乎不怎么发力 而当摸到了鱼之后呢 就会瞬间发力 把鱼给逮住 这个概念呢 就跟永春拳里面的寸井差不多 在打出去之前呢 都要让自己的拳头适度放松 这样才能增加力量和爆发 只不过呢 太极拳不仅仅要放松手臂 还要放松自己的整个身体 然后再通过复合有序的圆弧运动 引导身体各个部位的力 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 最后再像鞭子一样 改变这些力的运动路线 打到对方的身上 当然了 这种发力方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给称为松活弹斗 在电影里面 万师傅的这招斑杆锤 就有一个向下沉 或者向后退的动作 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在放松身体 整合自己全身的力 然后再一起打出去 面对这一招 叶师傅虽然防住了 打下喉咙的拳头 但却无法防住 打下他身体的力 于是呢 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怎么了 受过伤了 双方都换成单手之后 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 万师傅好像没之前那么厉害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呢 是因为叶师傅改变了自己的发力方式 他不再是直来直去 而是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加力 其次呢 是因为让了一只手的太极拳 被影响到了他整体的发力方式 而相对于太极拳来说 咏春的拳法就没那么复杂 两个手可以连销带打 一个手销一下打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不对啊 之前不是说太极拳的很多理论 都比咏春拳更进一步吗 怎么换个单手就不行的呢 因为越是精密的仪器 对于各个组件的要求也会越高 缺少任何一个零件 对于整个仪器来说 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而太极拳就正好是一种很精密的拳法 如果说咏春拳让一个手 会减少三分之一的威力 那么太极拳让一个手 就会减少三分之二 于是呢 可能是为了弥补万会长的劣势 电影特意安排了一个 看起来很帅的摔法 但有一说一啊 这个摔法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 力气再怎么大 也不可能把人摔成奥特曼吧 不管是什么拳法 摔人的逻辑都是破坏重心 在对手重心没有被破坏的前提之下 用单手摔人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太极拳虽然是一种很重视力的拳法 本期视频呢 也一直都在说太极拳的发力 但它并不是单纯的让力气变大 而是让我们自身处于一种忽影忽现的混沌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 我们既可以利用对方的力 也可以引导自身的力 也就是视频前面所说的 揭化发 还有松火谈斗 这种状态啊 用文献里面的话来讲就是 无过不及随区就生 人刚我柔为之走 我顺人背为之瞻 动急则极硬 动缓则缓随 虽变化万端 而理为一贯 总的来说呢 就在王月伦看来 力的表现形式应该有很多种 但道理永远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呢 在他的这种思想出现之后 人们也就创立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发力方式 比如说螺旋蝉丝 节节贯穿 以及手走圆弧 但唯独没有这种很奇怪的发力方式 当然了电影里的万师傅也确实没办法 先是剧情规定只能用单手 现在就莫名其妙地打到了桌子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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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